大家都在找会不会有些国策受惠的股份 所以看到车股越升越有 尤其是比亚迪 因为昨天破了顶 收市升了8% 盘中高见过282.4 也有些消息说商务部建议 中国企业要把握俄罗斯新能源车的市场 比亚迪现在看一看股份 价格到这个位置 其实一手入场费超过14万 难到你 没问题 难到我 难到你 但是在散户来说 部署是有点难的 怎样看出比亚迪这个股份呢 现在或者最近来说 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我形容为天国和地狱 因为大家是肯去买东西的 如果大家不肯去买东西 我不行港股了 我不买股票了 打什么不买了 就什么股票都下跌 但是大家不是这样 大家觉得虽然市况差 很多政策阴霾 但是都不是真的这么差 我选择来买一些政策受惠股 当然会 不买了 但是当静下来的资金 追逐所谓的一些政策受惠股 令到那些政策受惠股 反而是买得集中一点 升势更加明显 可能说一些炭中和 新能源汽车等等 我明白的 因为在7月底的时间 开了一个会议 叫政治局会议 相对上我看到媒体上的评论 比较少 每天的股市升跌 又或者业绩 大家会多讨论的 但是政治局会议 是在说未来半年 政策的方针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如果这么说的话 第一 似乎内地中央 对于下半年内地经济 有点吹向谨慎 这样的话 我们觉得 题外话 我们觉得下半年内地是有机会减息的 这件事情 题外话不说了 回来 如果政策层面 它提出过几个角度的 第一 就是制造业 向高跌冲啊 要高占征 也都提到 就是新能源汽车 第二 就是要 碳中和 碳达峰 要全力推进 所以这些的范畴 既然在昨天 又在看好用品方面的一些消息 所以有政策受惠和苛乎的 就升了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 我现在担心的一件事就是 政策 现在选股难了 政策受累股 就跌到残了 这些股就太差了 但是好的股 又太贵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再买比亚迪 当然了 我之前有一半盈力了 我之前记得 北菲特的徒弟 李陆 他减持的时间 比亚迪跌过来的 当时我说 我就不是那么担心 李陆的投资期 和他自己的盘算 可能他等了一千 就是说上个 所以是不是照单存收 就不是的 但是看基本因素又不差 我就说 我自己保守的 我只有一百八十元才买 但是如果大家进取一些 就可以二百元买 那结果 可能真的刚好 当市跌下来的时间 在7月10 7月27 7月28 就真的穿了二百元的 那有些朋友就跟着去买 那你想想 这么大的股份 7月27 7月28 200元买 现在说280元 升了 我不懂 四成 是夸张的 那当然了 你问我十几万一手 现在再追 我就有点少少却步的 你有货 可以继续持续持续 我只有一招而已 就是让你让滚泉 它跌回来 可能举个例子 10天线 或者回来 5至8% 你才减持 但是你说 不行 我一定要买新能源汽车 要是买的 现在最强就是它的 那我就买ETF 那我最近也有说的 那就是一只 2845 希望没有记错 线 是的 2845 都新高的 那它相对上来说 有禁锋利业 宁德时代 比亚迪等等的股份 你整个行业去买 怎么都相对分散点 第二就是 入场费便宜 所以这个呢 大家可以考虑就是 要么你说 我不高追了 这些呢 政策受益股升了很多了 那你就观望一下 继续看着市 如果你要买 那我觉得 Waladan 你现在追入比亚迪的话 可能一些的ETF 吸引程度 风险回报比例 会更加吸引的 就像ETF 都是合眼追进去好吗 还是你觉得 都会等个舒服一点的位置呢 你问得我 那我一定会问你 你不就等着了 一定舒服一点 你纯粹去计算 你低一点买 一定会开心的 升的价位会高一点 跌的风险会低一点 但是你说 你始终 大气电波当中 我就是对着大家说而已 但是其实没有 有无数的投资者 你们的投资取向 风险接受程度 你自己拿了多少货 完全都不同 所以我只能够说 如果你要买 我今天一定要买 要不然我来找你的 肥仔 我情愿会选一只中国电车 但是你说 等一等 想一想 有些回调的时候 再吸引 那一定是比较 吸引的投资选择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